世界麦动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EC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闻平台 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Carl 这一个过年呢 真的是事情发生的非常之多 今天是1月27号 所以一直在看手机上面的消息 不断的一直有一些update 有关于中国武汉肺炎的部分 那当然今天早上也非常的痛心 美国的蓝坛NBA的Kobe Bryant 也在意外透过做直升机就失事 然后人就走了跟着他 应该是大女儿吧 13岁的女儿就这样子离开这个时间 所以非常的感伤的一天 那当然今天最重要的是 我这边要跟大家报告有关这个 武汉肺炎后面会影响到的所有的问题 那当然不管您是从大陆或台湾哪里过来的 因为就是过年时间 来来去去飞来飞去 在很多的旅游区等等的都会影响到 那接下来接下来就是今天这个视频video的一个重点了 接下来马上澳洲就要开学了 所以明天开始1月28号 全澳洲的小学到高中全部都开学了 然后一直到2月3月大学才会在开学 接下来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 有些人回来了 但是不太敢马上就去上课 怕有其他的 当然这不是歧视问题 就是保护自己孩子的问题 其他的人从其他地方回来 没有办法确认他是否有接触到 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患者 那所以怎么办呢 那当然我们来看一下澳洲的这个 卫生健康局 就是Department Health 澳洲政府这边我们看到 他们在1月26号 也就是昨天的时间 也发布了这个信息 基本上他们就是告知学校 第一呢就是告知武汉的这个疫情的问题 那他们现在只讲到 就是说只有 这个人群如果有接触到去过武汉地区 但是我个人感觉 因为有些信息啊 不是那么的透明 就是中国那边的信息不是那么的透明 所以马上就把很多事情爆出来 其实大家都知道 现在全中国只剩两个省 没有这个没有在疫区里面 其他地方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还有很多数据是没有真实的完全爆出来的 所以我相信应该澳洲的这个 这个卫生健康局应该后面还会再做更多的一些update 那如果您是家长 或是您自己是学生的话 马上要间接到明天的开课的部分呢 我会建议两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学校 现在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新闻 就是这是维多利亚的学校 维多利亚政府已经说 如果你有这些concern的话 你后面可以延推两个礼拜的时间在开课 那我会收到非常多学校发过来的信息 基本上就是说 你只要在email或是电话给学校告知您现在的情况 当然如果你孩子都没有去到其他地方的话 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也怕被其他地方回来的孩子感染 所以你可以去申请一个这个late commencement 就是晚点再开课 可能可以申请到两个礼拜 那我知道维多利亚和New South Wales应该会跟进 但是昆山还没有这个爆发这个事情 没有这个信息出来 那我相信你还是可以去申请啦 因为这都人之常情嘛 你不希望有任何事情发生到自己的孩子或自己身上 所以这是马上会遇到的问题 还有一些人我这边有写几个list 所以这些是你已经在澳洲了 然后马上开课会遇到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去申请延期去开学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你如果第一次申请签证要过来 但你来不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也是要很快跟学校去沟通 但这个就是说 后面有几个事情就是说 是不是这个学校部分 如果国内的疫情被卡住卡到开课后一个月 四个礼拜都没办法去的话 你必须要 有可能可以要申请要先 要先延续课程到下个 semester 下个学期 那那个学费的部分 要嘛是退费 或者是一般来说我个人感觉 学校应该是 把它变成credit往后推 那你如果是小学 我觉得还好 小学课程 还不是太大问题 你如果到高中 或到大学 你miss掉一个学期的课程 因为你基本上一个课程开课四个礼拜后 你都还没去复学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追上的 没有办法追上的 那这会造成你的学期和学制整个后面的大动摇 非常大的问题 那我还没有看到政府有相关的措施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事情一定会发生 一定会发生 因为不觉得这个疫情 在中国那边疫情会能够那么快的解决 因为我收到这边信息 至少中国的这个所有学校 至少都延到二月底以后至少 二月底就是三月 那基本来说 那出不来没有办法去上课 那这个疫情应该是会至少到那个点上 那到那个点上 很多人就非常非常有可能miss掉 在澳洲留学课 这还不包括澳洲 你如果是留学去加大 美国、英国的 都一样的 都一样 因为课程总要开吧 大学不肯等你 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还有接下来是什么问题 如果有些人是 去年年底是为了回国放假 拿着一个过桥签 如果是拿过桥签逼 非常非常麻烦 因为过桥签逼通常只有给你 两三个月的时间 你没有在时间内回来 过桥签就失效了 失效了以后 你要重新从国内申请旅游签再拽出来 非常非常麻烦 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不是说你要拼了老命 如果疫情真的非常严重 拼了老命 还去坐飞机跟人家一起感染 然后就回来 这样这不是对的 但是我要先把这些事情 未来马上会发生的事情 告知大家 好 那因为我 study很多肺炎的 还有这个coronavirus的一些资料 好 你至少 这个 这个 如果染上病的人 至少那个期限都在14天 这也是为什么维多利亚的学校 要求你是自己隔离14天两周的时间 好 如果两周时间都没问题 没问题了 那现在好了 我们是大过年 从大人初一 一直到14天都要二月 都基本上都快要二月中了 那如果后面还有在感染干嘛等等 一定会往后延到很后面的 好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按照之前的SARS怎么看的话 都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而这次 中国又封锁了这么多的城市 看起来非常非常之严重 非常之严重 所以那个时间一定会往后延 比较久 还有就是去年 刚毕业的学生 然后回国 他现在悬天到今年的3月15号 看起来还一段时间 但是很有可能你一回去放假 你30号回不来 因为回不来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中国内部的控管 第二个是外部西方国家 也有可能会封锁 如果疫情到一个程度也有可能会封锁 第三就是你自己也不敢去 你在机场那么多人的地方 交通枢纽的地方 那么多人的地方 会不会又是交叉传染等等 会发现什么问题 再加上现在国内很多封城封路 很多这种东西 你怎么出得来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 你如果毕业3月4号之前 没有办法回到澳洲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申请485 毕业工作签了 这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 那你就完完全失去掉这东西 后面要怎么后补 我们真的要看澳大利亚政府 是否会特别立法来厚补这个部分 或者是完全没办法 我个人觉得也不会那么快立法 如果要的话 那一定是国际社会一定继续的观望 看这个事情 疫情发生到什么程度 那最后面还有就是 如果是工作签 然后回去放假 那当然圣诞节 本身很多的雇主都一直放假 现在放到最近这一天 差不多上个礼拜这个礼拜 就开工了嘛 如果你现在还在放假又回来的话 回不来 开不了工 当然也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签证 那这些都非常麻烦 但往后再继续延续看下去的话 还有就是投资移民 如果你有移民间的需求的人 非常麻烦你也回不来 所以这些种种的事情 除了一两天前 我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有些人可以延续这个旅游前 当然这几天已经 你看到我有点劳累 还有讲话有点沙哑 是因为跟太多人 透过网路沟通 不是面对面 因为很多人有这个需要 所以声音有点哑调 那当然这部分 就是后面会研发出来的 这些一连串的问题 那当然我很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身边有什么特别的案例 或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也欢迎您留言给我们 那我今天这个video基本上就在这边 跟大家讲解这个部分 然后我所预想到 还有预测到未来会发生的问题 先摆给大家看 可以让大家知道 因为很多还没开始想这个事情 那这个后面一定会发生 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学校 如果疫情拖到三个月四个月六个月的时间的话 很多的学校也会发生问题 OK那这是我们今天的video 如果你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欢迎您留言给我们 最后如果你喜欢的video 希望你到我们的脸书粉专 帮我们按上大大的赞 还有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按下订阅 记得旁边的铃铛把它勾选起来 这样我们一有新的消息 新的update 您都会第一手取得 谢谢观赏 拜拜